近来本地几家夜店外发生打斗事件引起关注 受访夜店业者表示 防疫规定增加了保安等人力的需求 那新加坡夜生活商业协会就表示 正同有关当局讨论制定长远政策 解决人手短缺的问题 来跟记者陈云儿的报道 除了确认身份 夜店的保安如今还要检查顾客是否完成疫苗接种 并引导没有合格快速抗原检测证明的公众 到一旁做现场检测 舞池中客人跳得起劲 但业者得请至少四名人员把关 确保顾客戴好口罩 夜店Magic Capit Lounge重开之后 生意恢复到疫情前的六成 不过碍于人手短缺 每星期只开门营业两天 我们需要每十个人进入夜宿 这就是很多费用 因为我们的费用上升 知名夜店ZOOC之前因违反防疫措施 而被令关闭十天 今晚重开 业者表示随着顾客人数逐步增加 增聘人手成了当务之急 新加坡夜生活商业协会的发言人 回复本台询问室表示 目前正同有关当局探讨如何制定长远的政策 来解决这个问题 此外 他们也同有关的协会 例如新加坡餐饮协会 讨论如何可以共享资源 解决人手短缺问题 新传媒新闻记者 陈韵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